17年前 921大地震 劫后余生 受灾户开始重建家园 但未在约瑰坛偏乡 易达绍部落 重建之路举步维艰 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建筑师谢英俊 率自家的建筑团队 前进易达绍部落 以协力照屋方式 帮绍族栽民盖房子 起床不是说我要去我就去 尤其是在这个部落里头 互相帮忙的重建 重新把他的族群 意识能够再凝聚起来 盖房子不用钢筋水泥 竹片红砖加上青钢架 用的几乎都是可回收建材 聘估的建筑工 则是受灾户 自己的房子自己盖 预算能降到最低 在农村地区 一般来讲说都比较穷 我自己做的话我就省下来 我帮你你帮我 不用花钱啊 他的意义绝对不是很简单讲 就是说解决一点盖房子的问题 但还有很多的社区意涵 一户约十六平大三房格局 略显拥挤 不少住户 内部空间大改造 改成两房 拆掉厨房 大幅改善室内动线 一个人需求预算打造自己的房子 只是这些老旧的协力照屋 屋龄已超过十七年 对灾民来说 其实功能性有限 纯粹遮风避雨还可以 但舒适度不足 约 Herm patents 约 이런bin 以前麵 Estados điều另外收尾 澡约时 также要 czynone 闯 distractions 冬天也不太冷 那夏天的话 山上也很凉快啊 所以我们在保温啊 隔热啊 这东西就是不是那么讲究 刚采下来一星二叶嫩绿红茶叶先静置铺平 在鱼池乡涩水社区 这间第一矮的协力罩屋 不当住家则是改为查清的尾雕室 经生很软 我们现在在万地都在软天的万 所以它里面温度更高 刚刚拿来做尾雕室 刚刚好 海拔较低的鱼池乡部分社区 灾后重建并没有选择 盖大量的协力罩屋 而是在谢英俊指导下 致力于社区的总体营造 打造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在地的工法 或是在地的剩余劳力 这些的概念 在现在的专业建筑师里面 它几乎已经都被 真正的专业的 这些分工取代掉 协力罩屋看似打破传统 使者找回农村时代 自立盖屋的精神 但不仅现代建筑强调的 专业工法 而是降低营造成本 与施工门槛 让房子不再是产品 摇身一变成为偏乡或弱势族群 也住得起的窝 记者黄六位张国良 南投报道 至于任何一号码塔 对专业的码塔 先在冒赫里面 下楼上